这么可爱的小孩 是谁的小孩呢 是我的小孩吗 不 这是我的小孩 只有我们才能够生出这么样的好品种 真是脸皮厚耶 这个是他的爸爸说的 刘家昌的脸皮厚 真姐 你好 很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到你的新家来做一个访问 没有啊 欢迎你 儿子叫什么名字 儿子叫Jeremy 他今年几岁了 他今年一岁三个月 这么小啊 可是他个儿长得好长 你看他可爱 小帅哥 你带个眼镜给我们看看 好不好 带眼镜看看 哎呦 带着眼镜好不好 不是 是的 他几岁了 他一岁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了 真姐 你出为人母会不会很辛苦啊 太辛苦了 做母亲实在是不简单 以前我是一直对生小孩有恐惧 所以我一直一直没有想到要生小孩 可是到最后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 刚刚好有了他来 我们请刘老师一起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好啊 刘老师 刘老师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怎么怎么会学 你是有兴趣去学还是随心所力的 他是有兴趣去花钱 常常看 在外国到处看 看他们的颜色的系列啊 那种搭配啊这样子 我感觉你好像家里每一个家都是黑色的 白色的 红色的 这三个主色 感觉上比较冷 但是来了以后 细细的品味 每一样的家具小白色啊 又觉得很温暖 我觉得很难耶 我自己家里我就很不喜欢摆黑的东西 我怕那个感觉 有时候有时候很难处理 会觉得整个家庭的那个客厅啊什么都冷掉了 但是你们不会耶 为什么 可不可以只叫一下 因为什么 黑白啊最干净 黑白最干净 最原色 对 那么然后呢 中国人忌讳黑白对不对 对 那所以弄一点红 好像怎么讲 冲一下撞一下 其实我倒不在乎 我根本不信那套 你信一个 不能抵赖你信笔画 对 所以我的儿子到现在也没有中国名字 因为笔画我经验过几次啊 坏的笔画碰到的那个结果是坏的 好的笔画碰到的那个结果是好的 所以我就信他吧 对不对 宁可信其有了 对 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最近啊 帮几个人做唱片 因为有一个黄瑞田的一个好朋友 他做唱片 那么他都一厢做台语的 最近呢 他找了田妞啊 陈莉莉啊 还有什么黄仲坤的一帮子 都是自己学生 所以我在帮他做唱片 我晓得刘老师逃离满天下 每天只要打开松尼听到歌 总会有几首是你做的 那下一次要给胡冠真做 给你做 谢谢了 那他能唱我能不能唱呢 你跟胡冠真学 我把他教会了 他都还教会了 太残忍了 那我晓得 你不是有一阵子说要出唱片 好像是二姐还是谁 他比较难 我都听到了一些 我比较难 我好像都听到 在陈莉莉莉听到戴子 很好啊 唱得很好啊 就是啊 我老公埋没这个天才 他对你没有信心 为什么 他为了要让这些 他教的学生能够起来 所以压住我 没有没有 我跟洛明道讲好了 把他送给洛明道讲 洛明道讲了 刘老师 真姐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 在百忙中抽空 参加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的访问 更是高兴给大家看到 可爱的Jeremy 你的优良品种 优良品种 这句话讲得最好 品质保证对不对 好 对 好 OK OK 那我们就跟观众朋友 说再见了 OK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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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